在这奔勇的时代里 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去追梦 渴望贯注长长的人生路径 构划成明暗交错 起伏有时的别彩画面 倾听 寻找 捕捉 唯有真实方能描绘你我之间的追梦人 本节目由折叠有实力 开合皆四溢的三星Z Fold 4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全球生态虫草开创者 东阳光鲜虫草赞助播出 欢迎登陆视频合作平台 腾讯视频爱奇艺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哇 鸭鸭你看 我们今天可以是福利之行 可以在秋天最美的时候 趁着录影的时间出来秋游 没错 秋高气爽的 今天来的这位嘉宾 我们以往看到都是在室内舞台上面 或者是排练厅 没错 在舞台上看它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高冷的形象 是的 因为它的表情冷俊 看到了耶 只好尴尬它就站在我面前 好漂亮 嗨 你们好 孟庆阳 也积极面向大众 先后出演了《舞蹈风暴》 《国家宝藏》等十余档电视节目 2021年 舞蹈诗剧《直死青绿》 横空出世 好评如潮 最终被选入2022年 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单 孟庆阳所扮演的《青绿》一绝 带着千里江山图的魂魄 走进了人们的心中 跟舞台上你觉得有区别吗 我觉得区别还挺大的 因为我之前对孟老师的印象 我觉得是特别冷冽的 对 因为大家可能熟知 《青绿》那个角色 它会更加冷静一点 对 因为角色受限 很多人认识庆阳 是因为春晚的《直死青绿》 而这个剧也很火 你看过吗 我看过 我觉得这个是让很多的年轻人 现在又重新喜爱上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种 很重要的一种表达的方式 舞蹈诗剧《直死青绿》 舞会千里江山图 共分为七个章节 分别是展卷 问传 唱丝等 重现了画家王熙梦 如痴如狂的创作场景 也揭示了名画背后凝聚的 诸如磨石人 知涓人等普通匠人的心血 千年之后的今天 不论天才还是匠人皆已作故 留下的只有这一卷青绿山水 是后人得以一窥那千年之前的人物 与风情 这个剧里面啊 我觉得有一个关键词 就是他们表情 应该就冷峻吧 对 冷峻 那个表情是怎么样的 在这里能重现一下吗 趁现在比较安静 在这里就是垂木 垂木之后 然后要有一种自然的滑身一样 将双手向拢 对 然后你的下巴稍稍高一点点 然后垂木 放松就好了 表情变化其实不多 不多 因为他不是一个特别写实的人物 他像是青里江山图一种 呃代表着颜色一种气魄 我有个疑问啊 像主持人 比如说同样的一段开场 像我有个节目叫好看中国蓝 就是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好看中国蓝 舞蹈跟主持会有一点不一样 嗯 它不能全靠肌肉记忆的 对 那你怎么样来避免这种疲惫感 其实非常疲惫 我们从演出到现在 大概有一百六十余场了 你想每一次拉开帷幕 每一次落幕 其实反复都是这些 但是我们团的宗旨就是 四个字白场如影 白场如影 白场如影 你无论做哪一场演出 就要向第一场来去对待 其实这个东西虽然很劳累 但是演员之间会相互给予 比如说我今天的状态 突然跟上一场不一样 我可能会更加地对于人物的处理 多了一份情感受 你会感染到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相互给予 互相感受到 对 所以会促使你更加的一种 特别激昂的状态 然后去上台 其实有一点像千里江山图这幅画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层一层的叠加 这倒很符合我们叠彩人生的这个主题 对 对 打赞了下车吧 一进来就是这么好看的一个 抽油的感觉 还是很壮观 包括这个房子很特别 也很典型 很多人会说去日本旅游看过 其实这个是宋式建筑 在这种充满我们古典建筑美学的环境里面 能不能会有一些舞蹈的创作灵感 对 教给我们一些小的手势什么的 好啊 有没有口诀先讲一下 不是学这个中国舞要讲究什么 沉 提 含 你好懂啊 提成冲靠含舔仪 含舔仪 对 那我先说手势吧 好 小舞花大家知道吗 就是 对 其实它的手势是你的大目手指头 要掐住你的中指的部位 对 然后就由右手翻上来 对 绕一个圆 绕一个立圆 花手这就是 对 其实在古典舞当中它很讲究圆 所以你刚刚知道的提 沉 横拟 它其实都是充斥着这点的圆 包括立圆 所以在古典舞当中它很多用气息 我们先沉 然后提气 向上 哦 哇 叫行段意不断 升停气不停 我都学到了 这 开玩笑 我们不如把这一幕拍下来好不好 好 用我们三星Z4的四折叠屏手机来给大家拍一下 这个就是历史交互啊 对 来 我比一个五它就会自动拍一张 我们就摆好姿势 好 完美 好 嗯 接下来呢 我可以给两位女士单独的拍一张 好不好 可以吗 你把那个外屏预览打开 我们可以看到 要腿长 一米七五的大长腿拍出来好吗 对 好 三 二 一 好吗 哇 哇 这个像素好清晰啊 非常好 齐老师拍照从来没有让你失望过 对 我觉得现在的国风其实很容易出圈 就包括您的那个舞蹈 我之前有在短视频看到过 有很多人去模仿你的那个 《青旅妖》 对 对 很难 而且还有人 二创您的作品 你有刷到过吗 有刷到过 包括一些沙画 还有网友的一些绘图打赛 我觉得非常好 说到《青旅妖》 它其实在舞蹈事剧 《只死青旅》的与会当中 叫做《显风》 它是表达一种陡峭的山峰一样 为什么下青旅妖 它也是一个时空感 说小了春夏秋冬 说大了 世间都在变的时候 唯有我们中国的文化 以及那个山峰它不变 其实我觉得它随着现在社会发展 以及自媒体的产生 现在越来越多人去关注我们的文化 嗯 嗯 其实我刚进团的时候 在2012年 那一年我是没有太多工作 因为我是新演员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很迷茫 我就跟我妈妈说 我说感觉闭了业之后 找不到自己了 嗯 因为觉得很闲 那段时间 而且因为在学校里 肯定是有一定的高度 对 会有众星捧月的感觉 对 到了单位里一下子就 对 然后我妈妈说了一句话 就是一段那个短信 妈妈说 人生有时候就是走一走停止 嗯 当你停的时候 看一看路边的风景 再继续前行 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 嗯 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 正好是一个 跟自我去沟通的一个时间 但是当你现在在回洋前 那么忙碌的时候 那段时间是极为珍贵 对 因为你忙的时候 就想要闲下来放松一点 但是当你很长一段时间 处在低谷期的时候 你就会焦虑 对 是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可能和很多观众一样啊 对于舞蹈 我可能只是看一个热闹 嗯 但是如果你让我看影视作品 或者是文字作品 它的背后的意义 我会更加深刻地感觉到 对 所以我也很好奇 当时孟杰是怎么走进 这个千里江山图的 因为我觉得你光凭那一幅画的话 可能很难走进角色本身 当时知道是千里江山图 为背景的时候 导演说 其实你可以试一下 轻律这个角色 我说轻律它其实就是 千里江山图里的石青与石绿 对 它其实说白了是矿物质 嗯 完全对它不太了解 两位总导演告诉我说 轻律它也许是千里江山图的画魂 那一刻还不太懂 嗯 它也许是你所看过的 展军人与西梦的时空连接者 没错 也不太懂 嗯 当真正开始往身上套动作的时候 就开始往宋代美学上面 开始展现动作的时候 也不算了解 嗯 因为我做的会很外在 嗯 不像是特别真正古朴的一种静谧感 嗯 你导演说过 萌萌你好像西洋博物馆出来的 哦 就是西方的一些艺术 对对对 因为我本身很挺 很挺 然后直角尖 然后也不是那种非常中国古典 这种溜尖 但是宋代美学当中 它其实更加的极简之美 所以它整个气息画中的女像 它都是溜尖锤内 有一点点这样 它的整个气息都在下面的 很软 对 所以当时导演也是在我们身上 将近一个月时间 洗掉我们身上 所有以前用过的痕迹 之前几十年白练了 对 然后再重新的这样打磨 像一张白纸一样进入 我们也痛苦 导演也痛苦 刚开始的时候 有没有哪一刻让你觉得 我突然间开窍了 知道了千里江山图的这个 真正的背后含义 进入到这个图卷中 真的是有 是在我们首演结束 开始一轮巡演的时候 我有一天演完初以后 我看到那个 舞美上面有个月亮 嗯 那一刻我说我突然理解了 清律为何 估计千年当中 还存在人们一份执念 嗯 就是你突然一下子就懂了 就开窍了 你刚才说的那个月亮啊 你一说 我心里就又想起那个舞剧了 就是你会发现 我们经常晚上抬头说看月亮 我们和王熙梦看到的是同一个月亮 但是从时间的空间来讲 它又是不同的月亮 这就是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对 感受了一下当时古人的心境 对 不仅是打开清律 我觉得它是真正地打开了千里江山图 走进了这个图背后的传统文化的魅力当中 其实平时排练还挺辛苦的 我有一个小建议 可以试一下东阳光真草原纯粹含片 它那是百分百的纯冬虫下草萃取 带在身边呢 随时滋补 补充能量 携带也很方便 每一片啊都是好几根虫草的这个营养的量 非常好 我觉得其实在那个工作特别疲惫的时候 可以补充一下身体 关键是携带真的很方便 对 从小学舞蹈的人啊 我觉得气质会比较出众 没有吧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会注意一些体态 对 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也有很多像职业病一样的 然后就是走路是这样挺的 脚是外八字 每次我一外八字我妈就打尾巴掌 对 所以我是搬回来的 那因为长期练舞蹈会不会留下一些打引号的那个职业病 在日常生活当中跟别人会不一样 其实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 因为学科非常多 国标专业 芭蕾专业 古典舞专业 中国民族民间专业 舞蹈学专业 各个门类 当你去食堂吃饭的时候 非常显而易见就知道哪个是哪个学科的 我们只能听说播音系会不一样 阿姨 打两碗米饭 舞蹈系的 你做任何行业它都会有想放弃的时候 当我觉得很绝望就是觉得什么时候是个头的时候 会问自己 我会觉得起舞是否是你真正快乐的源泉 是的 那么就继续跳下去 没有什么愿意 就是那种内心对话 对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很幸福 并不是只有自己幸福 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我觉得就会好很多 能坚持下去 对 然后慢慢的它逐渐变成了一种信仰在身边 你会把它当作一种非常美的信仰 你会觉得你的学习环境也变得更加的开心快乐 孟老师我特别好奇 如果你有一个女儿的话 以后你会考虑让她学舞蹈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太苦了 因为我觉得我吃过苦 不想让女儿再吃 让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万一她也像你一样喜欢舞蹈呢 那我就支持她 真的可以期待一下 如果你和你的女儿一起跳执辞情侣的话 嗯 哈哈 或者一起跳别的任何的舞剧 我这种感觉是 就像你说的很神圣 对很神圣 我已经觉得这好舒服 都想在这睡个午觉了 别忘了 哦 咖啡厅 咖啡厅里还有蒋老师在那儿呢 他这还可以投影投到墙上看电影 快走快点 好棒啊 看来蒋老师等着急了 影响 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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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蒋老师您好 蒋老师好 我们偷偷跑出去玩了 你们到哪里去 哎呦蒋老师好 你们肯定干什么坏事 因为握手的时候这么毕恭毕敬 我们今天早上 排了一出没有您在的舞剧 没错 我们来给蒋老师表演一下 我们偷偷学习了一下 来准备 这部剧叫做《只死男女》 一二三 造型就完了啊 哎 哈哈哈哈 哎 我想问一下啊 他们俩陪你今天上午做了什么 我们去游山玩水了一下 啊真的 对 哎每次都帮我锁在这个房间里面 你们去游山玩水 我跟芽芽说了 我们早上很辛苦的 不是担心你一起拍照 又要车马劳顿 还要看花拍照 很累的 哈哈哈哈 好来请坐吧 请坐 你们逛了哪些地方 我们今天逛了袁博园 袁博园 对 平时有时间逛吗 呃我们就是趁着出差的时候 啊 你趁着出差的时候逛一逛 对 逛一逛 所以 孟老师他不是那种休闲的 他不是 嗯 他是要练功的 每天 哎 所以 整个上午接触下来 三个要他挑选的人物 你是不是有了一个更深厚的理解 我觉得 他应该会挑这个 嗯我也觉得 咱俩猜一下 猜一下 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桥段啊 我们根据媒体上对您的报道和理解 我们把它抽象为三个标签 在三星Z的四手机上面来形容您 您可以选一下 好 来看第一个啊 小太阳 小太阳小太阳 这个我们早上没有聊到 对 为什么会叫你小太阳呢 呃 因为我的羊字吧 梦是羊 羊 对 我是日子旁加羊舍右边 嗯 再一个是太阳刚升起的意思 永远追随着那束阳光奔跑 好 所以小太阳 小太阳 来看第二个 中国舞小花旦 您对这个的理解是 中国舞小花旦是在二十五六岁的时候 人们这么称呼 对 会称呼 现在已经过了四五年以后了 希望可以开始变成轻衣了 这打上了你二十五岁左右的老印对吧 嗯 所以一个阶段的标签 好 第三个 情侣 她的作品情侣 这个我比较明白 对吧 因为我们春晚的时候都看到 我春晚在看你这个舞蹈的时候 我那个手机就没有停 坦白的说所有的节目当中 我那个手机举的事情是最长的 是吧 好 那么三个 你选一个您自己觉得比较适合的 嗯 我选择一个当下吧 情侣 我们俩猜对了 我们俩猜对了 情侣 情侣 哎 为什么 因为 这一年其实对我人生当中是一个新的起点 而情侣也是 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没错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台阶刚刚建起 也希望自己一步步继续往上走 所以不是巅峰 对 还有期待 对 好 那么接下来就考你们了 我们现在是调制 好 谢谢 你带了一本书来啊 对 书的名字叫 是卖家老师的人生海海 为什么选这本书 嗯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本书算是对自己一个内心的解读吧 当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但是我们无论面对困难也好 挫折也好 我们要允许一切的发生 去追随那份自己美好的人生吧 当当 青绿来了 真的是青绿 谢谢 真的是青绿 好棒啊 这个青绿它其实又叫青啤冰茶 下面呢是爆珠青啤 然后上面搭配了绿茶作为茶底 好专业 就是那个颜色就是青绿嘛 我觉得就比较符合 虽然看着非常的清冷冷冽 但是给人的冲击力是很强的 哇哦 特别清新 还有什么 你好奇的问题 嗯 我很好奇是今天早上 青阳说自己有一段时间啊 是会停滞一下 就走一走停一停的时候 我最想说停一停的时候 你还有在坚持着练舞 那当然 有的 嗯 自己必须要练的 因为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后 他们有一种说法 就是你一天不练你自己知道了 两天不练老师 老师的三天不练咱们就知道了 对吧 对对是的 好 当然我们关于他有很多好奇的问题 我相信你们上午已经挖了不少了 对对 都挖了不少 接着我们下午呢接着聊 好 拿着这个吧 拿着你可以过去 对 怎么了 程庚老师 我最近长痘了 心情很不好 没关系 让我来给你分享一个我的秘密武器 这是什么 这个是瑞施蜜静痘舒缓月想方案套装 里面包含着瑞施蜜去痘静肤多小喷雾 还有去痘静肤精华液 以及去痘静舒缓两部曲面膜 诶真不错 今天晚上回家 我就要去用一下 欢迎来到由三星Z Ford4 为你独家冠名播出的 追梦人之别彩人生 我们今天呢 访问到的这一位 他就是孟静养 刚结束在杭州的演出是吧 对 演了六场 演六场 对 我们经常这样 四天七场 五天七场 这样 一天差不多要两场 两场 对 然后我们是从五月份到九月份 中间也是没回去过 习惯了已经很多年这样 老婆回家 自己一直在路上 对 学舞蹈这件事情 我们从头说起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舞蹈 我是五岁开始学习舞蹈 学习舞蹈是因为不吃饭 身体不好 然后为了锻炼身体 才学的舞蹈 那个时候也是风雨无阻 我妈每天早六点起来 你妈妈风雨无阻 对 你自己内心 怎么又要去了 还是说 我要去 反而是我要去 一开始你就很喜欢了 反而是我要去 好的 没有 从来没有觉得辛苦 五岁到九岁有四年的时间 你是在少年宫 对 我们会经常做一些剧 儿童剧 比如说 《孤冬来了》 《卖火柴小姑娘》 在《孤冬来了》 我就是里面那个森林的 一个小裙猴 就只是扮演一个很不起眼的 小角色那种 路人家 卖火柴的小女孩呢 演了个火苗 真的呀 演火苗 演了个火苗 我们有六个火苗 我是其中火苗之一 做火苗 做小猴子 是什么一种力量 让你觉得九岁以后 离家到一个专业的学校去 就是很快乐 可能在那个五岁到九岁 那个阶段 你只是觉得什么事情 开心 你就想做什么 舞蹈很快乐 对 很开心 是我每天上小学 我都觉得很枯燥 但是我去上舞蹈班 我也特别开心 悄悄地告诉我 小学成绩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觉得是时间分配的问题 就是说你特别喜欢舞蹈 你可能关注 兴奋点全在那上 全在舞蹈上 但喜欢到九岁的时候 要做一个决定 说我要离开这个家 去到一个专业的学校 我觉得不太容易 其实就是因为我一句话 我说 我说那个妈妈 我还能继续再学舞蹈吗 对 所以你就当时目标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对 其实我当时是还考了北京舞蹈学院 附属中学没考上 为什么没考上 我初试就下了 我都没有过副试 真的 初试就下了 对 我爸爸就随口问了一句 考场老师就说 为什么我们家孩子 初试又下了 对 然后老师也可能就随口一说 说你们家那个孩子 比例耳朵太大了 所以当这个没有考取的时候 你立马去考那个 嗯 过了一年 就过了一年 嗯 你考得顺利吧 顺利 三次是我们要跳一个作品 嗯 我刚跳了个十秒钟 老师把音乐关了 我当时我就很莫名其妙 小孩又童言无忌 我说了一句 我还没跳完呢老师 对啊 对啊 我说还没跳完呢 然后但是老师就是 心里已经觉得 已经给我打上钩了 所以他 现在叫做凡尔赛 嗯 那个时候没这个词 哈哈 这样一离家 爸爸妈妈有心理准备 对吧 我现在为人父母 我知道那个离家的感觉 你知道什么吗 嗯 就你一转身 这就意味着 很多时候你留给父母的 就是背影 嗯 对 对吧 对 除了以后 除了啊 以后工作以后 回来看父母 那么短暂的时间 再也没有 嗯 所以那么小 离开学校会想家吗 会 特别是晚上 因为那个时候 我走的时候 我连头发都还不太会梳 嗯 就是失去了父母天天 对你的照顾 嗯 只剩下自己 我爸爸还好 我妈妈会经常管我多一点 啊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 我爸爸当时去 嗯 西藏出产 嗯 回来带了很多那种奶制品 嗯 然后奶制品当中混杂着巧克力 对 一罐 嗯 我妈进来之后 直接扔拉一桶了 说我这个不能吃 你爸当时什么表情 就是已经习惯了 但我还挺伤心的 好不容易放暑假寒假了 然后吃两口 我妈说差不多筷子可以放下了 就是那种 你在长身体 对 我说了 我说我在长身体 我妈说今天会长了 明儿再长 明儿你不还控制了 对啊 因为我爸爸有两百多鸡 所以这种基因 我又学习舞蹈 就是特别控制我的食量 我觉得这个妈妈真的很打印号 很了不起我觉得 对 有没有一个时间节点啊 觉得说 我是能够舞出来的 哦 没有 还真没想过 嗯 我是一个 比较顺势而为 我一直是一个这样的人 遇到什么样的机遇 遇到了 我必须要去抓住 嗯 你第一次抓住机会是什么时候 考上大学吧 我考大学只报考了两所学校 哪两所 第一 北京舞蹈学院 第二 上海戏剧学院 好 上系考是怎么样 非常好 一榜第一 你为什么没选择上系 因为我对北京舞蹈学院 印象是我14岁参加比赛的时候 是我奶奶来北京陪的我的 好 那个时候我们租了个房子 每天给我做饭 有一天不排练 我就说奶奶 我带你去看一下 我喜欢的学校吧 好吗 我印象特别是 南三环到了西三环 的北京舞蹈学院 然后我就在那个门口 跟我奶奶说 我奶奶这就是我所想上的学校 大学第一年你就参加了比赛 获得赚了 然后接下来呢连续获奖 那是不是意味着 这四年当中 你在班上的成绩是最好的 嗯 算是 有人技巧性好 有人表演性好 我是综合性 就都没有特别突出 后来是我们在第二天 我们开始排队型 中把最中间是最好的 然后我们那个老师 主课老师就说蒙起来到这儿 我当时我都蒙了 还没有上课就这么排 可能就属于综合比较强的一类 啊 所以上课的第一天 其实你就在C位 对 站在C位 这个位置四年来一直如此 对 是 嗯 生命好吗 命好 真的是命好 还是努力 大家都努力 很痛苦 非常痛苦 就是我在大学四年当中特别痛苦 白天上课 晚上排作品 周六日大家都休息的时候 周六日的下午 两个下午排作品 为了比赛 就是没有太多 跟同学出去玩啊 出去吃喝玩乐时间 没有 然后十点早堂关门 我永远是九点五时下排练 最后一个洗澡的人 你有你自己非专业的生活吗 我是指在大学期间 大学没有 就一直都在排练在打过 你向往你有吗 我当然向往有了 如果大学生活能重来的话 嗯 你会给自己安排 属于自己想要有的那种生活吗 不会 如果再来一次话 我 我会更加接受当时四年的我 因为才能造就现在的我 所以造就你这件事情 比过一个相对来讲 正常的大学生活更重要 对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 更聪明一点的话 我可以边上课 然后边玩 我都不需要再练 我可能就蹬蹬蹬上去了 但是我还是需要练 嗯 现在回过头来看 这四年对你意味着什么 是一个积淀吧 就像盖楼一样 它是最下面的那一层 基础 2008年进去 2012年毕业 毕业的时候你很小 20岁 毕业的时候20岁 你还没有走出校门的时候 你肯定要琢磨 嗯 我毕业以后去哪儿啊 对吧 我那个时候有那么个几天时间 就是不太想 跳舞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四年过得其实挺辛苦的 长期积累想要自由 想要自由 对 你突然有这个情绪的话 你会跟别人分享吗 会跟朋友同学分享 同学什么看法 同学就说疯了 就是他没把我画当回事 就是你想什么呢 对 还有其他的出路呢 可能跟舞蹈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 容易让你出来 比如说演员 演员不少 张子怡 嗯 孙礼 模特界的杜娟 嗯 他们都是舞蹈底子打出来的 嗯 你为什么没想到说 哎 我不一定去专业的文艺团体啊 我其他的路走 没有 我觉得都不适合我 唯独适合我就是做舞者 戏剧的一些表演方式 跟我们舞剧表演方式是有区别的 嗯 你想得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到了这个东方演艺集团之后呢 今天你看你有自己主演的作品 《南花花》 再到后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游记出城》 嗯 你有没有哪一部你感觉到说 嗯 我这个职业生涯站稳 没有 也还没有 因为可能真的没有遇到一个自己特别 真正觉得是我的角色 哦 比如说你看《游记出城》 它是一个难度系数非常大的作品 来 这个是你有机出城的剧照是吗 对 是的 嗯 《游记出城》 它的难度系数在于 它是站在一个大概这么高的一个平台上面 两分钟单腿独立完成一个作品 单腿 单腿 其实难度系数非常大 表现的是一个 凤凤凰涅槃的一个大概的类型 这个节目我们经常是会在国外去演 国外的舞台它是斜着的 然后又有一次演出 我就为了能够站稳 我就那个牙咬着那个嘴唇 都不知道 下来之后整个这一圈全部有咬破了 你这个单脚能够做到最难的动作是什么 就这场戏当中 最难的就是 那个180 不要受伤 这180是什么含义 你给我表达一下 就是180 就是我穿那个意思 你扶着都可以 对 对 它就是这样 对 它就是这样 是单脚 对 是单脚 哇 其实难度系是非常大 对呀 这不是你的舞蹈的专业技能吗 但是它不是剧 你懂吗 明白了 它不是能够让你感觉到一个酣畅淋漓的那种快乐感 对 从我竞团开始当舞者的时候 其实我就内心知道 舞者他是生来为角色而服务的 其实永远都是在等 在等待一个好的角色的到来 所以一直等到情侣 这个时间很长啊 很长 十年 你把情侣变成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那是因为把你热情 情怀 酣畅淋漓地把它表达出来 对 情侣 当时是谁找的你 当时是这样 是我们在前一年 2020年的时候 知道两位总导演要在我们集团做一部剧 做的是什么 不知道 什么题材 不知道 我是否能有角色 不知道 三个不知道 然后到2021年的三月份的时候 他还知道是千里江山图题材 嗯 后来真正刚开始要进手牌的时候 我妈妈又做手术 哎呦 嗯 然后我又赶回老家 就跟导演请假 我说我那个 嗯 妈妈要做个手术 我说现在是什么情况不太清楚 我说我得先回去 我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 然后那个时候是 讲了一个东西 但是不知道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明白 那一周其实挺崩溃的 我知道 因为他要切片做活剪 对 挺崩溃 然后但是当时那一周在医院里 我就当时就想 如果真的是不好结果的话 我说 等待这么多年的 这个两位总导演的剧 我说我就放弃了 因为真如果是不好结果的话 你肯定是要放弃你所有的东西 对 然后结果 特别难熬 我们 那个舞蹈中心 有时候会给我打电话 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这边还没有做上手术 因为也要排期 也要一些检查 非常痛苦 然后在那个环境里 也是满满的消毒水的味道 所以你等待 从这个手术完 到最后化验的结果 这个大概等一两天 手术完之后 医生当场没有说 我妈妈送回病房以后 我就去跑去 问他们科的那个主任 我说这个是我妈妈刚做完手术 是现在什么情况 良性还是恶性的 他说良性的你回去吧 然后我就一下就 嘴都笑到这儿了 都快 开心死了 然后就是这样 妈妈又好了以后 差不多回家了 我就继续 回到北京 赶紧接上 这一个时间阶段有多少 大概有小十天 其实我看这个直词轻率 是在某一个网络的平台上 讲到春晚 其实你上的不止一次 对 你最早上春晚是 2015年是思路泥伤 你应该对自己满意了 第一次不是很满意 因为2015年 这次我受伤了 韧带锻炼 所以你没有在舞台上 充分地发挥你的潜力 对 你自己也感觉到没有 因为当时只能原地 没有办法去过多地 去有一些游动 然后去哪 明白 那到了2021年 你又是05 莫莉是吧 莫莉 2022年 这也是你们团的这个节目 直死清律 对 在街道上直死清律春晚的时候 是在我们一轮巡演 最后的时候才知道 就是在北京天桥 越中心演出的时候 但是特别累 我们下午两点半演一场 七点半演一场 演两场演出 十点结束 我们几个女孩子 再赶到央视 去连排合光合成 马上连排 很辛苦 比如说今天是 前一天是七点半演完出 比如说你到家十一点了 第二天可能一早九点 就要去电视台 去做一些连排工作 然后晚上再赶回天桥演出 就非常累 那一段时间累到 有一次天桥 又中心最后一场落幕 一关大幕 我就一转头对着我们的同事 我就直接哭了 我其实我是一个极少哭的人 就直接崩溃了 但那种哭 当你哭完个十秒钟 二十秒钟 抹干眼泪 你一下又回来了 因为你需要发泄 为什么哭 是因为觉得 没有自己的生活 已经是习以为常 没有睡眠这个事情 其实挺可怕 在那段时间对你来讲 像这样的生活是个常态 对 再加上它这个类 并不是两边所导致的 是心理压力 因为我们是现场演绎者 你在舞台上 你是不能有任何失误的 你要保证好 你每一次演出质量 当你们失误的时候 导演或者是会训练吗 不会 因为人不是机器 没有说一场都是完美的 明白 妈妈在电视上看到了 给你的评价说什么 就是觉得特别好 请问是你爸爸和妈妈 单独他两人看还是 没有 我们姑姑姨姨 什么都来了 都来了 都来了 今天晚上有我女儿的演出 你们一起来看 对 奶奶在吗 奶奶已经去世了 奶奶什么时候去世了 奶奶在五六年前去世了 你在别生吗 不在 对 妈妈有告诉你或者爸爸有告诉你 说奶奶病重 是姑姑告诉的 是姑姑告诉的 不是爸爸告诉的 我姑姑去探望他的时候就 就突然生病 生病之后 我们上门的医生就又来了 然后开始输液之类的 就不行了 然后就走了 然后我当然还在国外演出 你在国外 我在大演出 然后当时我印象特别是我准备洗澡 然后结束今天一天那个行程 然后姑姑打电话说说奶奶可能不太行了 说那个你什么时候回国 我说我还有一周才能回国 然后我姑姑说好我知道了 然后知道之后我就很正常 因为那段时间我奶奶身体一直不是很好 很正常洗澡 洗完澡之后我觉得不对劲 因为好像就是家人总会有个那个 年代 年代 而且我跟我奶奶是特别亲 就是从小她带着长大的 然后我跟我姑姑打电话 我说那个奶奶怎么样 她说没什么事 对 对 她说没什么事 你那个放心吧 没什么事 过了一会儿说半个小时以后 我姑姑给我发了个短信 说那个走了 对 就是她没有 她也伤心 她作为她的母亲走 她也伤心 没办法用言语来表达出来 只能是高原电话之后 用文字来给我打出来 你看了那个文字 一下崩溃了 肯定崩溃 那太崩溃了 然后 但是你还是得演出 我们在演国色 你当天晚上我估计都很难受 非常难受 我们当时住那个国外酒店 好像还有个阳台 印象特别深 我是跟那个我们同事住一间 我就把那个门关上 我就一个人在那嚎啕大哭 然后好不容易等到一周以后 回国立马就回家 回家 然后那个时候 奶奶是等着我回去 才 安葬 对 才安葬了 小时候她太大了 对 我的上什么小学啊 幼儿园都是奶奶接受 因为我爸妈工作忙 奶奶对你的舞蹈了解很多吗 不多 你久之后要离开家庭的时候 她知道这个事 她知道她同意离开 但是并不是很同意学习舞蹈 因为奶奶她也是一个知识分子 对 她也有自己的工作 也做得很好 所以她会觉得 我以后这样能出得来吗 搞文艺 还不如好好上个大学 找个好的工作 我们其实聊了不少时间了 天色也慢慢暗下来 你会看到那个院子 还不错 对吧 窗子我特别喜欢 视野很开阔 你给我的印象很乖 你知道吗 你难道没有一个反叛的年龄 我是一个就是爸爸妈妈说什么 我就说嗯的人 但是我内心不是这样认为 父母现在对你还像孩子一样的 投入他们所有的关注吗 没有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关注点还在他们的事业当中 对 你是不是心里面想说 爸爸你在干几年 妈妈你在干几年 对 这样我就能够轻松一点 是吧 对 我觉得他们一旦歇下来 他肯定要催你一个伟大的事情要做 哈哈 我要想 对 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的这个职业要么就扫了 是吧 嗯 要么你就跳了够了以后再上 什么叫跳够了以后 跳不动了 但跳不动并不是指四十多岁 是三十多岁一个节点的时候 比如说你的肌肉开始不像二十多岁那么灵活的时候 明白 嗯 你可以也去可以去选择 现在正好处在一个向上走的事业的道路上 一定会有这一方面的博弈 其实你已经想得非常清楚 另外一般想得清楚 他听你的 清楚 我最幸运的是得到了他和他们家人的支持 啊 这太好了 嗯 这是最幸运的 嗯 嗯 这个院子还比较安静 嗯 嗯 来 您坐这儿 我看俄罗斯的舞蹈家乌兰洛瓦 他在 46岁的时候 吉塞尔 对 全场跳下来 对 他是 他是把自己奉献给了舞蹈 但是 嗯 对于我来说 可能 我还是希望能够 就是 有新的生命出来 嗯 嗯 讲到这里呢 很自然的就会想到另外一个话题 2021年 全年的舞蹈演出市场的 古典舞民主舞的项目的场次 占比是 百分之三十六点 三六 你怎么看 哎 这种古典舞民主舞其实越来越受到很多朋友们的追捧 古典舞它其实更加能够追溯到文化层次面那个东西 嗯 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特别热爱我们的舞蹈艺术和文化艺术因为那也是我们古典里带来的一份自信 没错 没错 清律呢成就了你当然你作为一个舞蹈员塑造了这个形象也成就了清律 你会觉得它有可能是你越不过去的一个顶峰吗 我觉得也许会是 怎么办 走不出去 对 把您的名字跟清律 强关联 没办法 如果遇不到特别好的作品 我不会再接了 因为希望把它留在最好的那个记忆里 如果可能迟早有一天可能会告别这个舞台 你会做什么 我 我会做什么 我什么都想做 放飞一下自己 你最想做什么 我最想做我最想当兵作家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能够在你的笔下去诸说一个故事的话 或者是在你笔下能够写出来一个人物的话 是相当牛的一件事情 在我的眼里我是这么觉得 你现在写点东西 不写 所以它只能当遥不可及的梦想 是 好我们接下来会给你一个提板 这个提板呢 横坐标是年龄 重坐标是满一度 就看你在不同的年龄 你对自己的满意度 是怎样的 好吧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年龄啊 这个是满意度 不一定每一个年龄你都说 你可能说五岁 也可能你要说三岁都可以 用这个钉子钉上 用钉子钉上 我觉得五岁到九岁的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候 特别开心 好 因为这是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 十岁到十五岁的时候 也不容易 八 生活没了 也不容易 就是有父母照顾的生活没有 十五到二十 是考大学的时候 天哪这个是奔波劳累 七吧 慢慢下降 七 那时候开始累了啊 大学 考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去了 七 大学是因为什么才七 因为我觉得挺老累的 挺累啊 挺累啊 所以这两个阶段都很累 对 二十到二十五 有工作了吗 对 对吧 我对我自己太满意了 都是这个七分以上 二十五 慢慢满意了 慢慢往上拨走了 对 然后现在三十岁 我要达到十 我打十分是代表着 它是我一个起点 我双手迎接我三十岁 也许三十加的我会更好 所以给自己一个期许 期许 对 所以你希望未来的生活 能够继续的保持啊 这个人生的顶峰 对吧 这个三十岁的这个状况 对 如果三十岁的往下走啊 有一件事情 会让你给自己打个特高的分 那个事是什么 嗯 那我成作家了 哈哈哈哈 好 我们期待着啊 你三十岁以后 哪一天成为作家 你会给自己达的最高的分 哎 你有没有想过 你如果成为作家的话 你写的那个小说 有可能是一个什么 类型的小说 没敢想过蒋老师 是恐怖的 还是眼睛的 没敢想过 真没敢想过 你会写自己吗 有可能 五十岁六十岁有时间的话 人生玉力丰富了 有可能才敢下笔 好 接下来你用一个笔 选一个颜色把它串起来 我对我自己太满意了真的是 没有 起分就很高 要知足常乐 对 知足常乐 然后你自然而安 随遇而安 对 你刚才带了一本书 对吧 麦佳老师的人生海海 人生海海 这是一个闽南语 是 那为什么选这本书 其实我觉得 人生有很多欢笑 有悲声 有泪水 但是也有开心的汗水 所以我觉得 允许自己所有的一切发生 去迎接自己属于 自己独特那份美好吧 我特别喜欢那句话 允许人生的一切发生 对吧 那么有哪一个段落 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们一块分享 好 一个十七岁的乡下傻小子 富得出死的勇气 却拿不出活的底气 当时我连人生海海也不知什么意思 他扑斥一下笑了 告诉我这是一句闽南话 是形容人生复杂多变 但又不止这意思 他的意思像大海一样宽广 但总的说是教人好好活 而不是去死的意思 他说如果因为生活苦而去死 轮不到你 我排在你十万八千以前 视频互动一体讨论很多种玩法 上规国参与节目讨论和追务团体验 我发现站在那个舞台上的时候 是很不一样的我 当你人很紧张的时候 你会超强地发挥出 你平时没有能力的表达 我要很享受这种紧张 比较低谷的时期 你是怎么去度过 我觉得能改变所有困难的是时间 还有你自己内心的坚定 你这个才是能陪伴我的女生 你内心有没有一些小野心 说我要发展到什么样的 对